我走快点 妈 妈 别叫我妈 你妈早就死了 我告诉你 你个瘸子 什么也不能干 在家呀 竟拖累我 今天啊 你给我要钱 坐这儿 要不来钱呀 别想吃饭 妈 我这腿小不方便 这外面还下着雨呢 你别帮我丢在这儿 你让我回家吧 想回家 就把这钱给我要满了 再回家啊 留意要不满啊 这个家 别想回 妈 妈 妈 三个 嗯 我把那个 茄子给撂出去了 妈 你早才这么做的 你说 他一个瘸子 在咱们家 吃我们的 喝我们的 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就是 我告诉他了 爸那个碗 给我要满 如果要不满呀 我都不让他回来 你这么做就对了 省得 看起他闹心 他要那个钱 要不满 咱们就不让他进家 你放心 他回不来的 妈 你说我那个爸 这人死了 什么都没了下 结果就留下一个残疾的闺女 要不是他姐啊 还有点钱 我早就把那个女的 赶上去 谁说不是呢 他呀 对咱们还有点用 能跟咱们正对吧 妈 你说咱们把他赶出去 他姐不会知道 傻孩子 他怎么会知道呢 他姐啊 又不在家 说的也是 是我太担心了 放心吧 不会知道的 大美 你会在这啊 是妈 是我 嫌家里太闷了 出来透透气 这是透什么气啊 天还下着雨呢 走 我回家 大美 你这干啥去了呀 这妈 到处找就没找到 妈 这我刚刚在回来的路上 看到我妹妹在外边淋雨 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哎呀 大美 你说你傻不傻呀 这外面下着雨呢 你怎么跑出去了 也不给我说一声 哎呀 我在家你都不知道 担心的不得了 妈 我这 再多给你加两千块钱 以后你帮我看着一点 妹妹 别再让她出去了 到外边 多不安全呀 好好好 哎呀 都是一家人 说这话都见外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大美 也要听话 以后别再往外边乱跑了 来 我接个电话 喂 什么 我不是做好了吗 行行行 那我马上去一下公司改一下 嗯 好 妈 我这公司有一件事 要需要我去处理一下 我要回一趟公司 你帮我看着一下妹妹 哎好好好 你赶紧忙 大美就交给我了 大美 你正前听话 姐姐就忙一下 马上都不回来的 哎呀 大美 你姐啊 她大忙人 给你挣钱呢 啊 乖 我走了啊 小飞 我告诉你 别想告我的状 如果让我发现了呀 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反正呀 你姐又不在家 都是我呀 在家陪着你啊 我老实点 我要不是为了你这点钱呀 我才难道管你呢啊 你个脱油瓶 妈 你吵什么呢 哎 儿子 妈 这怎么回事啊 钱 她钱 要一碗了 要什么碗呀 是她姐回来了 把她给领回来的 讨厌 妈 她姐回来了呀 这么巧啊 你个死学生 你可真走运啊 儿子 别急 看这是什么 她姐 给的钱 啊 两千块呢 这么多啊 嗯 又多加了两千块 让好好照顾这个死鞋子呢 是吗 还别说啊 她那个姐 还挺大方的呀 妈 这些钱 又够我啊 小打一个人气了 你想花呀 就拿着花吧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啊 小贤子 我真没想到 你这么废物 你姐是倒是屠有美食的 啊 哎呀 要不是为了你姐这一袋钱啊 你能在我们家待那么长时间 废物一个 要不是她姐 给咱钱 我早把她给撵出去了 姐姐她姐啊 这么有钱 她下次要是再回来的话 你呀 就给她多要点 儿子 这这要什么呀 咱都是一家人 你看你妹妹 多听话呀 妈 你是不是糊涂了呀 什么一家人呀 谁给她一家人呀 她就是个废物 小白 妈 你怎么了呀 哎呀 你放心大美 我和你哥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啊 妈 你在这装什么呀 她姐又不在这儿 我们平时都像什么样 你心里比谁都轻奴呀 看看 我们什么时候 给我大好眼睛看呀 这样打他骂他 不正常嘛 你来这道干啥呀 不是好啊 原来 你们在家都是这样虐待我妹妹的 她 她姐 您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什么时候来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听到了 你和你妈的对话 原来你们天天都是这样虐待我妹妹的 你都听到了 小白 我不是这样的 大美 妈对你不好吗 是不是 对 对对对 刚才我 我给你妹妹开玩笑的 平时我们对她不是这样 我们对她可好了 是吗 阿姨 我一个月给你那么多钱 为的就是让你把我妹妹照顾好 没想到 你就这样照顾她 你说说你们俩做的还是个人事吗 小白姐 你这样跟我妈说话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呀 怎么了 这就不礼貌了 你们两个合计过来对我妹妹错那样的事讲 你怎么没想到不礼貌呀 小白姐 如果你非得让人说的话我就不愿意听了 我们对你妹妹怎么了呀 她不是好好的吗 又没爽搁又没爽腿的 她得活着都已经不错了 我妹给她吃给她喝 就已经很好了 你就知足吧 说的你还是个好人了 你们为什么给她吃给她喝 还不是因为我给你们的钱吗 我要不给你们钱 你会给我妹妹吃喝吗 就算我给你们钱 你们还整天虐待我妹妹 你说你还是个东西吗 既然你们俩 对我妹妹不好 你们也没有必要在我家带了 你们滚出去 凭什么让我们滚啊 要不一定是你们两个滚 就是啊 你什么意思 凭什么 我就告诉你们凭什么 就凭这个房子是我妈生钱留给我的 所以你们俩都给我滚出去 我们不走 我嫁给了你爸 这个家呀就有我们那一份 你凭什么走啊 你还好意思的提你嫁给我爸 你为什么嫁给我爸 你还不是看着我爸那点钱财 自从我爸死了之后 把我爸的车给卖了 我爸的钱 全部被女人的赌输完了 现在我上的唯一一套房子 也是我妈留给我的 你们的生活呢 以后我每个月接近你们 你们才生活的 没有我 你们俩俩俩早就饿死在路边了 你们非得不感人 还整天虐待我的妹妹 我们没年人了 你看到不是这样 我看到不是的 我亲眼看到亲眼听到还有错吗 我现在不想跟你们废话 你们立马偷我家滚出去 我们不走 你赶我们走 我们能去哪啊 你们爱去哪去哪 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我滚出去 滚出去 给你 小贝 小贝 你偷去 小贝 偷去 小贝 偷去 哎 小贝 小贝 你让我去哪里都没呀 姐 妹妹 师姐对不起你 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受苦了 你放心 姐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我 你